我在二手网站上购入了一只男神用过的T恤刀 面娇的时候 发现麦家竟然是他室友 莫非他也基于男神 我愤怒地捏紧正义的小拳头 骂他变态 室友 晚上 麦家发消息问我买来干嘛 我气冲冲 要你管 我拿来刮比基尼毛毛 麦家 我忽然意识到 这几个句号是男神发的 以 我的心凉了一大截 陈健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他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 平常要多正经就有多正经 面对女生更是很有距离感 他妹妹闺蜜告诉我 从小到大没听他哥说过一句脏话 为了得到他 我一直苦苦压抑着LSP之魂 生怕吓到人家 上次去体育场看他打篮球 特意挑了一件很显身材的衣服 闺蜜经过的时候 捂着嘴笑咪咪地对他说了一句 我今天看上去很凶哦 我秒懂 但还是故作单纯地问 他什么意思啊 他那时瞥了我一眼 微微一笑没说话 这下子他会怎么想我 他肯定觉得我超级会装 超级猥琐 虽然我确实是 闺蜜见我一脸绝望 关切地跑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把对话拿给他看 闺蜜脸色变了几遍 最后发出一声叹息 你跟我哥估计是没有可能了 我眼泪汪汪 就真的不能再想想办法了吗 闺蜜无奈地摸了摸我的狗头 我想办法把他约出来 你好好跟他解释 周末 闺蜜以电脑坏了为由 求陈健来家里帮忙修理 陈健让他把电脑带过去 闺蜜死气白赖地说 他昨晚把脖子睡到枕了 疼得现在都下不了床呢 随后眼前一亮 要不我让慢慢帮我送过去 我感动地握住他的手 陈健 算了 我过来了 十分钟后 门铃响了 我火速跑去开门 陈健看见我 眉心微微一跳 随后撇开视线 直奔闺蜜的房间 连招呼都没跟我打 我站在客厅犹豫了一下 才敢跟进去 陈健打开摆在桌子上的笔记本 淡淡地问 中病毒了 闺蜜 嗯嗯 一直自动下载东西 他三两下清除了病毒 以后不要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网站了 哥 我没有 他冲我几没弄眼 行吧 电脑是我的 我注意到 他随手放在桌上的钥匙扣 是一只满脸红韵 傻兮兮的兔子 陈健这么帅的男孩子 也会用这个呀 我觉得很可爱 就多看了几眼 陈健发现了我的目光 下意识把钥匙扣收进了口袋 我 我很想说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不会偷拿的 一直到陈健离开 我都没敢跟他说一句话 闺蜜问我 怎么不解释 我现在多看他一眼 都担心他觉得我是猥琐男啊 我走到卫生间 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连五官都变得贼眉鼠眼起来 一时间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唾弃 二 之后的好多天 我都没敢再联络陈健 还是之后朋友聚餐 里面也包括他 闺蜜硬拉着我去的 推开那家音乐酒馆的门 几个朋友已经到了 就坐在靠边的位置 陈健看了一眼闺蜜 目光就收了回去 他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了 我更加沮丧了 闺蜜捏了捏我的手鼓励我 笑着跟他们打招呼 我都不敢坐在他对面了 低着头找了个离他比较远的位置 靠 失策 恰好坐在了他室友正对面 室友看到我 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室友笑得更开心了 等菜的时候 大家边喝酒边聊天 我能感受到陈健的目光 偶尔落在我身上 若有若无的 估计是第一次见我这么安静 期间有漂亮妹子过来搭讪 找他要微信 说自己是他高中学妹 一直把他当做目标才考来F大 很励志的样子 我手心里汗都出来了 这个妹子一看就是他喜欢的类型 恰逢服务生弯腰上菜 他起身的时候 我只能看到 妹子拿着手机笑应地离开 也不知道给没给 我紧紧盯着陈健 试图从他脸上看出端倪 然而他什么表情都没有 我只能放弃 几杯酒下肚 我浑身热腾腾的 终于鼓足勇气 在散场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背 我从包包里掏出T恤刀 扭捏地开口 这个还给你 陈健似乎有些嫌弃 用过了再给我 我连忙解释没有用过 他挑了下眉 我是买来收藏的 不是买来那是气话 陈健的眼神还是有所怀疑 真的 怕他以后都因为这件事讨厌我 我慌忙自证 我不需要刮毛 我都没有毛毛 话音刚落 我突然哑了 陈健也愣了一下 我正正地望着他 眼眶慢慢的有点热 被自己尬的 陈健咳嗽了一声 站起身从我手里接过T恤刀 知道了 知道了 他知道什么了 盯着他微红的耳垂 我心中一片死寂 他想了 他肯定想了 很好 我以后都无法面对陈健了 到家后 我麻木地告诉闺蜜 我决定死心 要不你以后在我哥面前 就矜持一点 闺蜜继续给我出主意 不要太主动 不要太讨好他 就静静地在原地散发魅力 没准能激起他的兴趣 我思考了一下 觉得这样可行 不过有个问题 我不主动找陈健 陈健也不会主动来找我 我们都见不到面 他还怎么觉察出我的魅力呢 半个月后 我抱着电脑 在长区的星巴克做报表 正头大 忽然在前台 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 是陈健在点咖啡 他今天穿着牛仔外套 额头的刘海温顺地垂下来 戴着一只黑色口罩 眉眼和侧脸显得极为优越 太久没见到他的我 一下子就被惊艳了 下午这个点星巴克人很多 位置基本都坐满了 我眼巴巴地看着他 不敢出声 实际超想招手让他坐过来 陈健停顿了一下 朝我的方向走来 然后坐在了我的身侧 换做以前 我早就激动地跟他打招呼了 想起闺蜜的话 最终只是安静地点了点头 就继续埋头整理数据 我偷偷瞄着一旁的陈健 他也拿出了电脑在工作 眉目填淡 神情专注 那双眼睛太好看了 睫毛翘翘的 像把小扇子 我的心都要化了 可惜手头还有要紧的工作 搞不完 明早开会就死了 我揉了揉酸痛的眼睛 伸手去拿放在一旁的咖啡 手背突然触到一片温热 是陈健的手 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若无其事地继续看向屏幕 我有点怪皮 别人碰到我一下 我一定要在同样的位置碰回去 否则就会很焦虑 我强忍着敲下几个数字 心神不宁地望向陈健 他又要喝咖啡了 我抓紧机会 偷偷把手向他挪了挪 轻轻一靠 碰上了 我松了口气 没过几分钟 陈健又碰到了我的肩膀和手肘 我假装不经意地碰了回去 然后偷偷把屁股往旁边挪了一点 以免他再次碰到 这样一来 果然好多了 报表完成后 我靠向已被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 陈健的手轻轻擦过我的手背 他似乎没有注意到 起身点了杯咖啡又回来了 我试图碰回去 可总在快要成功的时候被他躲开 我急了 忍不住一把按住他放在桌上的手 他看看我的手 有些意外似的给我挑了下眉 你做什么 他低声问 我善善地松开爪子 要不是陈健不知道我这个毛病 我真觉得他是故意招惹我 算 你手背上有蚊子 他沉默地看着我 没说话 该不会又以为 我是故意占他便宜吧 我揪着手指 冤枉得不行 陈健抬手眼唇 随后问我 东西弄完了 我点点头 他将电脑收起来 拎起打包好的咖啡 也安发消息让我过去 一起吧 也安就是我闺蜜 他邀我跟他一起走哎 是不是没有那么讨厌我了 我又燃起了希望 推开店门才发觉 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大雨 去旁边的便利店买伞的时候 一个女生雨带惊喜的 跟陈健打招呼 学长 好巧啊 就是那天在酒馆 跟陈健要联系方式的女生 抹个鸡 真的有这要巧吗 眼见他们在门口驻足交谈 原本想买两把伞的 我默默放下了一把 走吧 我站过去 陈健看了看我手上的伞 只买了一把 家里有好多伞了 我说 我们两个人撑一把够了 不要浪费 陈健的眉毛 我正暗喜着 就听他淡淡的说 不是 妹妹的朋友 女生的声音明显轻快起来 这样啊 要解释这么清楚干嘛 我气得嘴巴都撅了起来 那说好咯 学妹笑着白白手 我找你的话 不能不理我哦 他们背着我 说好了什么 我竖起耳朵想听细节 陈健却已经转身走了 我只得跟上去 家离得不远 所以我们打算走回去 他找你有什么事啊 一想到那个学妹 我心里就像有蚂蚁在爬 禁不住弱弱的问他 专业上的问题 陈健轻描淡写 那就是说 他以后要经常向你讨教吗 我有点酸 他怎么对这个女孩这么好啊 明明都没有见过几次面 我对他的专业不熟悉 我朋友懂得比较多 他揽住我的肩 微微一带 靠近一点会被雨淋荡 就是让他去找朋友的意思 我的心情瞬间好了起来 而且陈健好体贴哦 看起来一点也不嫌弃我嘛 上天瞧的时候 我冷不定问 对了 你找工作吗 他莫名地看了我一眼 我招人喜欢 哈哈哈哈 他没笑 我自己哈了半天 陈健的眼神逐渐微妙 我后之后觉得有点尴尬 不找工作就不找工作嘛 我小声说 我穿的帆布鞋鞋底太平 雨天地上又游气湿滑 我一个彩片 差点摔下楼梯 幸好陈健侧过身 眼急手快地捞了我一把才站稳 紧接着 他脸色微微一白 冷汗下来了 我惊魂未定 你怎么了 他轻轻喘了口气 平静地告诉我 腰闪了 我吃惊 要不要去医院 他摇摇头 又点点头 刚好附近就有家中医馆 我小心翼翼地 把人插了进去 医生让他趴好 摸到他后腰 做了一个手法整腹 只听喀啪一声 骨头就附胃了 临走前 医生拍拍他的肩膀叹了口气 年纪轻轻就这么虚 以后可怎么办啊 陈健脸黑了 我默默将这句话记到了心里 四 怪不得陈健不交女朋友 原来 听安安说 你毕业后工作太忙 连吃饭都顾不上 我担忧地说 外卖重油重盐 对身体不好 反正我每天都会做饭 给你送一份好不好 怕他拒绝 我连忙补充 毕竟你的腰是因为我伤的 陈健思索了两秒 同意了 这样我每天都能见到他了 嘿嘿 我们俩的小区挨得很近 隔天早上 我提着保温筒来到他家门口 陈健打开门 可能是才睡醒不久的关系 语气不似往常冷淡 还透着一丝温柔 这么早 我N了一声 我给你煲了汤 他嘴角掀起丝笑意 接过保温筒 煲了多久 从昨晚开始煲的 三四个小时呢 陈健掀开盖子秀了一下 这是什么汤 八几天炖牛鞭汤 我说 听说对男人很补的 陈健的表情逐渐变得有些奇怪 他沉沉地盯着我 不知道在想什么 第二天 我给他送去了韭菜炒虾仁 昨天的汤好喝吗 有效果吗 陈健沉默半赏 吐出两个字 好喝 第三天 我送去了海力煎蛋 昨天的菜味道还可以吗 有效果吗 陈健闭了闭眼 好吃 第四天 我送去了红烧猪腰子 你吃的还习惯吧 有效果吗 这次陈健没说话 一晃就是半个月 我刚要说他气色好多了 室友就从里面探了个头出来 这几天陈健脾气暴躁了很多 火气很重哦 我一愣 为什么 室友指了指我手里的饭盒 还不都是你的功劳 你看他胡子长得都比以前重了 我抬头看向陈健 下意识用手摸了摸他的下巴 指尖下滑 好像是 哎 猴杰是不是也比以前大了 陈健猴头滚动了一下 捉住我的手 他醋了醋眉 又放开 进来 这是我第一次进他家 的确是他的风格 干净简单 几乎看不到多余的摆设 陈健将我带进了他房间 随手关了门 在椅子上坐下 我有点紧张 又有点激动 这次又是什么 他问 泥秋汤 他炖了炖 你会的菜市倒是不少 小时候我妈是开饭店的 我期盼地问 怎么样 身体好一点了吗 他不打反问 你喷香水了 我愣了一下 对啊 你喜欢吗 他撇过头 很难闻 下次不要喷了 哦 果然斩南香 斩不到他 为了缓解尴尬 我转身背对着他 一眼望见桌上 那把熟悉的T恤刀 好奇的拿起 你都在房间里刮胡子的吗 漠然间 腰间一紧 我跌坐到了陈健的大腿上 他浅浅地吸了口气 你到底想要什么效果 妈妈呀 陈健抱我了 抱我了 他竟然抱我了 我一整个僵住了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屁股 我就是想让你 重振雄风 陈健磨了磨牙 许漫漫 你安得什么心 他火气好像真的很重 补得太过了吗 我怂了 对不起 我这就去再给你煮点下火的 陈健还是一副不满的样子 我叹了口气 要不你拿我下火也行 陈健没声音了 我期待地转过头看他的脸 陈健面无表情 手一松 把我从他腿上推了下去 对女孩子 只是一点也不温柔 陈健扶住椅子 试图站起来 忽然皱了皱眉 腿抹了 抹个鸡 我明明轻得像跟羽毛一样 我抗议 他的视线在我腰间打亮了一下 要死吗 打开房间的门 室友果不其然正在外面偷听 他也看了一圈我的腰 我纷纷地吸附 临走前不忘嘱咐他 别忘记把汤喝了 陈健 五 陈健闲下来会去体育广场打篮球 我是他的固定观众 但是最近哦 我发现这样的常驻嘉宾又多了一个 就是那个陈健的小迷妹 他经常跑去给他和他的队员递水递纸巾 陈健打球的时候 他总是一脸兴奋 心心眼地看着 每次进球总是第一个喊出来 闺蜜也说 这简直是我的翻版嘛 但是陈健对他的态度可比对我好多了 他明明不喝碳酸饮料的 小学妹递可乐给他的时候 他还是接过了 还很温和地说了声谢谢 那天太阳很猛 我的眼睛被晒得有点干涩 我就像一条狗 走在路上突然被人踹了一脚 陈健的视线转向我 原本缓和的面部表情一下子就冻住了 恢复成了高高冷冷的样子 哇 那个男生好惨 球场上一片哗然 一框弹了回来 精准地砸中了他的脑袋 因为太有戏剧性 观众席上有人笑了出来 室友惨兮兮地被搀扶下场 经过我面前是求道 许漫漫 你妈妈不是护士吗 你能帮我处理下伤口吗 正好我现在不想看到 陈健和他的小学妹 就答应了 我走过去 队友和我一起 把人搀扶到了角落的位置 拿了个小鸡就香给我 就又去打球了 室友的膝盖和手肘 都出现了擦伤和瘀青 我给他消毒的时候 他疼得一直死哈 还要求我给他吹吹气 我吐槽 你好娇气哦 室友忧愿地问 如果受伤的是陈健 你还会这么冷酷吗 陈健哪有你这么娇弱呀 男人也很怕痛的 你要允许一个男人 展露出自己的脆弱 他真的好啰嗦 我低头在他膝盖上吹了吹 这样可以吗 室友笑得眼睛弯弯 可以可以 消完毒 我拿出软膏 给他在瘀青的位置涂了一层 防止水肿 好了 这么快 我发了个白眼 你还想怎么样 他直指自己的脑袋 我刚才被球砸了 感觉头有点晕晕的 你是林黛玉吗 真的有点晕晕的 那你躺一会儿吧 他瞧了瞧看台上的塑料椅子 我块头太大了 躺不下 我不信 就你那小身板吗 室友不高兴了 先抬球衣 给我展示他的身材 不止陈健有腹肌 我也有 看不出他虽然瘦 还是蛮结实的 小麦色的肌肤 一块块肌肉壁垒分明 见我一直盯着看 室友笑了 你们女生是不是都喜欢这个 我刚要说话 突然被人攥着胳膊拉到一边 陈健醋着眉 把室友的衣服拽了下去 盖住他的腹肌 我有点猛 他是不是吃醋了 陈健转身面对着我 冷冷的 再看 小心长真眼 六 看个腹肌也会长真眼吗 陈健就是醋了 醋的还不止他一个 小学妹站在看台下望着这里 指甲都快把手心扣破了 不过他真的是个很细心的女孩 特意去买来了冰袋 给室友冷敷 动作和语气都轻轻柔柔的 陈健的几个队友纷纷感叹 要是知道能被两个女孩子围着转 他们也要找个地方摔一下 回去的路上 室友一直强调自己的头很昏 还见了血 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要求我炖汤给他补补 反正都是要吃饭的 我们去超市选购好食材 就开始在陈健家下厨了 基于出汤比较快 又有营养 炖出来浓香四溢 室友尝了尝 感叹以往我送来的饭菜 都被陈健独占了 宁愿看着他啃泡面 都不愿意分他一口 我悄悄看向陈健 他咳嗽一声 不够吃 真的是不够吃吗 室友连吃了两碗饭 又把汤喝得干干净净 站起身对我眨眨眼睛 我去洗碗 有点可爱呀 有你室友这样的男生当男朋友 其实也不错 我有感而发 陈健愣了一下 他明明唇 站起身走进厨房 把室友挤到了一边 天渐渐黑了 我说我该回去了 陈健点点头 我送你 等的就是这句话 起身的时候 不知怎么地 我像是有了什么预感式的问出口 他垂下眼睛 一个学妹 我的直觉突然之间准得可怕 他说的应该就是那个人生 他们之间既然能互发微信 说明他那晚真的夹到他了 我心里像打翻了醋坛子 难道陈健真的对他动心了 整个人闷闷的 一路上我都非常沉默 忍不住给闺蜜发消息 总是被别人牵动情绪的滋味 太难受了 我可能更适合 找个愿意对我好的男生 闺蜜弄了 是不是我哥又欺负你了 我去帮你骂他 我还没来得及阻拦 闺蜜的责问信息就发了过来 陈健点开那条长长的语音 静静地听完 眉头皱得很紧 他戴着耳机 我听不见闺蜜说了什么 但是气氛变得更尴尬了 我有点后悔 不该在车上跟闺蜜诉苦的 两天后 我正在家里敷着面膜追剧 闺蜜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说陈健被灌醉了 让我火速赶去救援 然后丢了一个酒吧地址给我 好巧不巧 一进酒吧 他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衬衫 领口半开 仰靠在沙发上 看样子的确喝了不少 哈哈 陈健有人来领你了 说话的是他大学同学 他命眼找到我 之后就定定地看着 他喝得够呛 估计得你把他扶出去 我点点头 走到他面前 正准备扶呢 有人从我背后过 还一直说嚷嚷 我就努力给他让道 然后我就被挤到了他腿上 陈健伸手接住我 周围的人都笑了 启鸿说要想把人带走 就得先亲一个 原来陈健完 真心话大冒险书了 抽到的惩罚卡片上写着 要亲吻第一个进来的女生 他们作为朋友 给了他一个 发消息请外援的机会 我愣了愣 慢慢低头看向陈健 他也看着我 我想起了刚刚遇到的 他的小学妹 我是接到闺蜜的电话才过来的 他的消息并没有发给我 也就是说 他希望出现的人并不是我 而是那个女生 我只是恰好抢在他之前进来了而已 想到这里 我呼吸有点堵 眼眶也有点酸涩 匆匆从他腿上站起来 低着头掩饰 包厢里安静临顺 我听到陈健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 他站起身 声音里有制止的意思 好了 别闹了 气 回家的车上 我一直在小声抽烟 太苍白了 我忍不住的想 原来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这么甜啊 他和那个女生之间隐秘的浪漫 迂回甜蜜的小心思 衬托得我的单恋苍白而可悲 陈健迟疑着 将手放在我背上 轻轻拍了拍 他的酒好像被我哭醒了 语调难得的 透着一点温柔 不想亲就不亲 以后不会了 不要哭了 是这个原因吗 我哭得鼻子酸 头也痛 把脸埋在膝盖里不看他 以至于下车的时候 我不光满脸鼻涕眼泪 刘海也乱七八糟的贴在了额头上 反正就是非常丑了 到了小区 陈健跟我一起下了车 我鼻音浓重的说 你下来干嘛 陈健拿纸巾给我擦了擦脸 又帮我把刘海捋到了一侧 天哪 我可是骑刘海啊 这样得多丑啊 我连忙躲开他的手 陈健顿了一下 牵住我的手 语气轻轻的 我送你上去 我震了一下没震开 你知不知道男女受受不亲 我生气的说 手被用力捏了一下 他眼角泛起微微的红衣 似乎也气得不轻 变形变得这么快 是不是也有点过分 那不然呢 我比他还气 他眼角红衣玉盛 但还是服软的松开了我的手 依然坚持到 我送你上去 他跟在我屁股后面进了小区 跟在我屁股后面进了单元楼 闺蜜见到我的时候都静了 飞扑过来捧住我的小脸 宝贝你怎么哭了 他疑惑地扫向陈健 小声问 怎么回事啊 陈健垂下眼睛 他走后 我不想解释经过 只是告诉闺蜜 我和他哥没有可能了 闺蜜失落地表示 当不了他的嫂子 可以当他一辈子的老婆 只有闺蜜是爱我的 呜呜 为了表示决心 我在朋友圈里 转发了炉田爱菜 那个36亿梗的视频 男人和口香糖一样 没味道了 换新的就行 陈健给我点了个赞 干 忘记屏蔽他了 八 年关过后 天气越来越冷 闺蜜约我去山上滑雪 陈健也去了 但是很奇怪 他的小学妹没跟来 他们不应该在一起了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解 和自我充实 我觉得我已经可以 坦然地面对陈健 结果他只是看到 我没戴手套 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给我 我就有点破坊了 当然 我很有骨气的眉睫 不过还是要说 个子高瘦 穿滑雪服真的很好看 差不多的款式 别人穿着笨重臃肿 他穿就显得修长又俊俏 我们在酒店歇了会儿脚 刚出发不久 闺蜜忽然脸色惨白地 按住我的手 他生理期提前了 我们找了附近的小商店 让他先坐着休息 闺蜜捂着肚子 他本来就有痛经的毛病 再加上气温低 又吹了那么久的寒风 他冷汗都出来了 我求工作人员 替我们拿几杯热水 让他先把手 伸进我衣服里面捂着 我被冻得打了个哆嗦 他终于笑了一下 陈剑从背包里 找出一张暖宝宝 递给我 让我帮闺蜜贴在小腹 然后又去买了一个热水袋 递给闺蜜 让他暖手 不得不感叹 他对妹妹还真的蛮体贴的 闺蜜好受多了 慢慢闭上眼睛 我的手也在外面动得红红的 骤然回到温暖的室内 毛细血管扩张 传来痒痒的刺痛 陈剑也发现了 他撑开衣服侧面的口袋 要不要把手放进来 我没听懂 他抓着我的手放进口袋 手掌暖哄哄地包裹着我 我愣了一下 赶忙抽出来 为了掩饰情绪 故意装出生气的样子 你干嘛呀 他拿出手套和另一个热水袋 有些无可奈何 这个给你 不气了 他这是在聊我吗 找了个机会 我偷偷问闺蜜 你哥没谈恋爱吗 闺蜜 你都不理他了 他跟谁谈 我心口微微一震 闺蜜回酒店休息 把我和他哥哥两个人 赶去了滑雪场 实不相瞒 我是第一次滑 所以 站着斗是很正常的 陈健不得不放弃了 他自己的滑雪计划 跑过来指导我正确站立 姿势 包括摔跤时怎么落地 能减少伤害 以及摔倒后 应该怎么站起来 光是教会我这些 已经花费了一下午的时间 陈健去接电话 让我自己在原地练习基本动作 我脱掉手套 拧开保温杯 喝了一口热奶茶 心想趁着他不在 自己找个小坡尝试一下 看到周围的人都滑得那么爽 好羡慕哦 我举起雪杖 眼睛平视前方 自信一滑 不出意外 我出现了意外 没把握好平衡 摔了个人仰马翻 还好穿得后 不是很疼 就是忘了戴手套 手动疼了不说 还擦伤了一点 我脱掉滑雪板 抖抖身上的雪 嘎吱嘎吱地踩着雪 朝陈健走过去 他刚挂掉电话 就看见我一身狼狈 摔跤了 我点点头 有些心虚 手疼 他注意到我的手是光着的 眼里浮现出担心 给我看看 我把右手举给他看 他摊开手心和手背 认真检查 一点伤都没有 我委屈 哦 不好意思拿错手了 我把左手换给他 他忍不住笑了 笨 就 完了大半天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 眼睛也被白茫茫的雪地缓花了 陈健带我去吃了东西 大雪天一晚 热乎乎的牛肉面下肚 整个人的能量值 一下子拉满了 回酒店的路上 我盯着他 睫毛上亮晶晶的雪霜 好奇地问 你室友怎么没来 我记得 他室友也是个滑雪爱好者 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 还曾和陈健一起奔赴过新疆阿勒泰 他的脸色又有了几分阴沉 他要陪女朋友 女朋友 他什么时候有女朋友 陈健观察着我的神色 斟酌着语气 上个星期的事情 那个女生为了追他 下了不少功夫 想不到他室友也脱单了 他性格的确挺可爱的 虽然没有你帅 但是身材很好 会有女生主动也正常 我问 那个女生是谁啊 我应该不认识吧 方月月 他解释 你认识的 他经常去看合照打球 我们那次在便利店买伞的时候 也见过他 他抿了抿唇 又补充了一句 他身材没我好 他腿短 我被整得有点萌 等一下 你说的是那个长卷发 笑起来脸颊上有黎窝的妹子吗 他回忆了三秒 嗯 应该是他 有没有黎窝我没注意 你学妹 他点头 我难以理解 他不是在追你吗 陈健蹴了下眉 他每次找我 都是因为合照 原来在小酒馆那晚 他的那些话 本来是想对室友说的 可惜林了勇气不足 眼睛飘忽到了一边的陈健身上 虽然陈健没同意 倒是意外唤起了室友的同情心 帮他打圆场说 学长多得很 找他也是可以的 这句话 他放在了心里 后来在便利店 拜托他帮忙牵线 说想请教专业上的问题 也是为了和室友增加联系 他常常不落地 去体育场看球 看的其实是室友啊 他知道室友运动完 喜欢喝冰水 还只喜欢喝一个牌子 其他人的饮料 都只不过是为了 看起来不刻意而顺带的 所以才买了陈健不喝的可乐 室友意外摔伤后 他每天嘘寒问暖 小题大做的买了补药 督促他吃 慢慢的 室友就被俘获了 妈蛋 我竟然有点磕道 你喝醉那碗 消息发给了谁 答案已经近在眼前 但我还是问了 我想听他亲口说出来 我妹妹 他低声说 如果直接发给你 我担心你未必肯来 可能酒精使我昏了头 我只想要你来 却没想过你就算来了 又怎么会接受 他们的那种要求 怪不得那碗 我哭成那样 他显得那么落寞 原来被对方的态度 任意拉扯的情绪的 并不止我一个人 那个T恤刀又是怎么回事 属实万恶之缘了 陈健挑了下眉 他解释说 T恤刀是室友 为了整他弄的恶作剧 一开始是内裤 没过神 没想到真的有人买 依据对方给的地址 应该还是个熟人 室友去面交玩 告诉他买家是我 他很好奇 我想做什么 就爬上账号问了我一句 没想到 却得到了那么豪迈的回答 那天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他忽然放轻了声音 什么话 我说过的话可太多了 他看了我一眼 欲言又止 我懂了 想骂他又脸红 他看着我 脸慢慢也红了 敲了闺蜜房间的门没硬 可能吃完止痛药 还在睡觉 我说 我也要回自己房间睡一会儿 其实是去平复一下心情 他突然俯下身 在我唇上亲了一下 然后就停在那里不动了 我下意识回亲了一口 等我反应过来 恨不得把嘴巴剁了 他被我亲的嘴唇都红了 还在笑 你这样 你太好占便宜了 他果然是知道我这个毛病的 晚安